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的爱书为您带来的DOTORR比赛结束 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2022年的英特尔国际公开赛 那么总决赛BO5的第二场比赛 翔哥对战星辰 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呢 星辰是依靠着三号位军团的一个完美发挥 再加上整支队伍的非常稳健的一些团战的选择 最终拿下了比赛 第二场比赛 翔哥战队这边是抢到了小精灵这个点 然后呢继续去打一个中单的蓝猫 绝者还是用蓝猫 这场比赛一号位楼呢 是选择用了一个PA 然后在降一个位的位置上 选择是拿出了蚂蚁和小精灵 三号位给老十一拿出了一个玉米蜘蛛 对方的阵容这场比赛 星辰在中单的位置上 这场比赛是掏出了一个欧瑞的女王 并没有让欧瑞继续去使用莉娜的一个机会 然后大哥位这样比赛 拿出来的是一个小小吧 应该是 莫奈的小小皮球的地人角手 小一生是在三号位的位置上 拿出了一个石阵剑士 另外一个降格位是一个Lion Lion这个英雄在之前一段时间的比赛里面 他登场的次数还是比较多的 最近不知道是为什么 这个感觉好像Lion登场的次数突然间变少了 那么看一下这场比赛 双方在前期的一个分路情况 中路呢是女王去打蓝猫 下路莫奈里边应该是皮球的地人角手去保 小小加上DN角手这个二人组的话多少有一些的爆发的可以说是 蚂蚁这边开缩地往前赶 小精灵在这个地方控服 那么双方各自控一个双服 并没有一击打起来 上路的PA 楼的这个PA装备方面的话 看这个架势是狂战大毒球 甲腿狂战大毒球 然后呢去做BKB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地外的小精灵在下路去保老十一 这个有这个标吗 而PA的装备方面的话是出门直接带了一个魔伴 跟那方的穿上甲和Lion兑现实际是带着魔伴出了门 中路蓝猫去打女王 这个兑现 蓝猫感觉还是会前期会比较憋屈一点 蓝猫这边一级方便补刀肯定都会去选择加这个菜 你加别的技能没啥用 女王的话也为了去压兵线一级也是选择加了一个猴 但是拼不过对手 还是让对手先升到了二级 但是呢也就差一个兵线 这个时候看一下蓝猫的这个血量 这里打一个超复合准备打出来 欧队的血量下的很快啊这个位置 这里再给一个毒标吗 再给上一个毒标以后 自己的血量很残 现在他现在应该在找机会 想要去跟对手拼一下 那么现在这种对拼的话 先灵火就是关键 现在蓝猫已经没有蓝了 蓝猫已经没有蓝了 身上有一个先灵火 女王身上也是有一个先灵火 女王也没有蓝了 两个人也是前期打到自己弹尽两绝 拼得很残 蚂蚁在上路那边的血量稍微有点低 但是感觉中路这块两个人不停的去尝试和试探 上路这边我楼人头了对不起 蚂蚁这边送了一个人头之后呢 再送掉一血以后看一下这里准身给上一个参测 PA再上来一刀 然后这里再给上一个戳 但是自己山上那个蝗虫一直没有打掉啊 结果这个蝗虫终于掉了 PA再给上一个飞标 还有没有blink的机会 好像是没有 没有 那下路这边呢我又验尸关了 先不管了 先不管了 我们先接着看一下这个位置 下路小精灵加勇蜘蛛的这个二人对线 其实是没有特别 我个人感觉是没有特别出众的这个地方的 真的没有感觉有特别出众的地方 这样比赛上下路这个爆发人头稍微有一点频繁 看看这里上路 nice 我自己给大家切OB吧 这个官方的OB感觉前期 别走稍微快一点 他有点照顾不过来 我待会坐下 自己来给大家切啊 看一下女王 女王这块山上就有瓶子 吃瓶子 再跟这个蓝猫对着号一波 比较视角OK 好 那么咱把暂停的时间跳过去 Oray的女王在中路 现在的补刀是13-1 蓝猫15-1 前期这个发育情况来看的话 还是两个人差不太多 基本上 蓝猫这边的小U 下路的精灵加上 运母蜘蛛这个二人组 是没有任何的进攻能力的 跟上一场比赛那个 对方的这个精灵加军团 是不可同时而语的 而且这场比赛的运母蜘蛛 感觉发挥的空间比较有限啊 其实 决定者这个血量 这个血量确实是稍微有点低 女王也是在这不停的找机会 小云丁过来买一手 小云丁现在身上有一个大药的 其实可以考虑把这个 大药直接贴给蓝猫 上路PA的一个 身上现在是有12格的魔伴 前期这场比赛 双方打的比我预想当中的 要激烈一些 这场比赛我原本以为 上路应该会是 人头主要的一个爆发的点 但没想到下路那边会出人头 尤其是小金刚加运母蜘蛛 背对方的小小加上一个 迪安决手在前击找到机会 这个是没想到的 小云丁的这个 石林剑士也是双护二的一个出光 现在石林剑士很多都会选择 这样子去做装备 这里扔了一个树桩子 没有能够砸到 这段时间感觉好像人头不是特别多了 我们用一下这个官方的OB 我也把主要的精力来放在给大家去观察小地图和分析双方的一些准备要做的事情上面 石林剑士这边在出完双护二之后 准备要更新的应该就是鞋和这个风杖跳刀 这几点装备 还有魔精 二十分钟的魔精 下路老十一这个对线呢 在游戏的前期反补数现在是高达十个 小小的一个补刀还是吃了些回 上路这里宝宝卡 还差一下 这里强高两个人杀这个Lion 这个是对的 蚂蚁加PA这个二人组杀Lion是对的 尤其是这个PA在前期带着毒球和减甲球的时候 当然如果有一双鞋的话更好 没鞋的话也问题不大 只要让蚂蚁上去把对方的技能吃了 然后这个时候PA一个飞镖一个blink上去打就行了 刚刚这里老十一要搞事情 这边给上对方一个减速墙咬 但是这个地方好像是 这里卫柄砸晕两个人 莫奈现在身上的血量还是很健康 老十一赶紧往回跑 下路玉母蜘蛛加上小精灵的这个二人组 他跟军团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军团是真敢顶着兵线打你 但是玉母蜘蛛不行 玉母蜘蛛他虽然可以开启自己的一个极度饥渴 但是现在的玉母蜘蛛前期 加过高等级的这个极度饥渴的话 意味着他的猪网的等级会低一点 这个其实多少有点得不偿失 但是他这种加点就以这场比赛为例的话 他这个加点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前期的一个兑现击杀能力 只不过兑现的这个人 兑现的这个人他不好杀 再打到六分钟 人头数方面三比二 兑现捕刀方面来看的话 翔哥这场比赛是比上场比赛反正要好一些 看看双倍的女王 这里在打对方的这个蚂蚁 六级的一个女王 身上的这个蝗虫啊 蝗虫这个东西不管你是不是双倍 反正你得打好几下 女王那边选择一个TP来到下路 但是莫奈的血量扛不住了呀 还差一下 诶 这一个地方 玉母蜘蛛没有继续去追对方的小小 让这个小小活起来了 居然 差一丝血啊 这个地方 靠着女王一个骑士并没有蓝量的TP 成功的把这个小小给掩护下来了 杀这个lion真的前期特别好杀 对于PA和蚂蚁来说 给到一个蝗虫 只要你蝗虫给到了 然后两个人不要同时被对方给戳起来 就一定能杀 特别是PA PA在前期杀对方的这个lion的时候 只要不要轻易放blink就行 等到对方的这个戳用完了以后 你再放你的blink就没问题 lion这个英雄前期他有一个极大的缺陷 就是这个英雄的护甲 lion是一个初始护甲 其敌敏捷成长其敌的英雄 不然你俩这块现在已经升到了六级 探个这里 蚂蚁给上一个缩地撞一下 然后再一直追着 PA也是远远的给上一个飞镖 我也不着急上来 反正我上来的话 你肯定就要么就戳饱了 要么就拍个地板加减伤 甚至有可能直接开车撞我一下 得不偿失 我也不给你浪费时间 不过楼的这个PA这场比赛的对线 说实话 这个翔哥战队一号位楼这个选手 给我的感觉让我挺 让我挺惊讶的 就是他虽然是个新人 讲道理的说 他在一线职业队的比赛里面 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个新人 但是没有一点让我感觉到 声色的那种感觉 就是扑友友刚刚从二线清训 拿上来在VG打这个一线的比赛的时候 虽然他的进步是一个肉眼可见 而且最终他也凭借自己的这个实力 获得了大家的这个信任和认可 留在了一队 但是扑友友给我的感觉 没有楼这个选手这么 就这么好 楼这个选手他的一号位 在职业一线队的比赛 丝毫没有感觉让我 让我感觉到他是一个新人 是一个 以前没怎么打过一线职业队比赛的 这么一个选手 挺惊讶的 说实话让我挺惊讶的 而且这个楼是第一次随队去 征战这种 应该说是可以达到了一个DPC联赛S级赛的这样一个规格的赛事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赛事里边 他们一路走到总决赛 而且是战胜了老干爹 看一下蚂蚁 这波应该是没了 人头给小小呢 小精灵还过来救了一下 小精灵这个救 有点没太看懂 穿人甲这边直接开车 这边撞了一下 撞了一下 撞不到了就算了 回去撞了一下野怪 帮自己的队友 稍微撞一撞野 待会小小好打钱 DA现在是全场经济第一 用蜘蛛第二 蓝猫第三 穿人甲现在暂时是几方最好的一个点 小一生这个穿人甲这场比赛打得不错 最近小一生的穿人甲打得都不错 三号位的穿人甲这个东西 穿人甲是一个上限特别高的一个英雄 上限特别高的一个英雄 只要你在BP的时候 把能够去针对穿人甲的这个天安莫克 给他搬了 就行了 看看这里蓝猫再飞老奶的卫饼 哦又漂亮 这波就也主要操作很溜啊 利用滚躲掉老奶的那个卫饼 女王追上过来以后 直接一个大招收掉了Tank的蚂蚁 下路看看这里用蜘蛛 追着莫奈咬一波 自己的小蜘蛛已经都抹得了 那再开一个猪网 再往前追 但是没有减速 蓝猫飞过来 超远距离拉住一个残影 这个残影没有中 但是超复合的伤害和最后 老十一一口 孵化蜘蛛直接带走 那么小小的节奏再次被断 这两比三摩带的小小 经济又被拉慢了一些 小小这个英雄 要是想打一个称职的大哥位的话 必须要刷的快 这个刷的快 不仅仅是选手个人需要刷的快 队友一定要给到足够的保护 小小这英雄 尽管他很结实 鞋很长 在有大招的情况下 护甲并不少 但是这个英雄 他还是有一个 比较大的硬伤 就是他没有逃生 他完全没有逃生能力 他跟敏捷型的大哥不一样 敏捷型的大哥 基本都有逃生能力 而这里说基本 基本 所有的敏捷系的英雄 大多数都有一些位移 或者类似类位移技能 看这里卫柄接上 nice 哦没死 这个PA 状态不够 这样的话蚂蚁 来缩地 给过视野 对我这边小精灵连过来以后呢 给PA稍微回回状态 PA现在煽热的装备 走的是跟咱们想的一样 假腿大毒球 然后做BKB 但是这场比赛 因为PA 它是一个全场第一的经济 之前一直是 再加上他这场比赛运气非常好 打到了一个碎裂背心 对于PA来说 碎裂背心是一个打钱补充的神装 PA不怕你单个野怪的血量多 他不怕大野 他怕的就是那种数量特多的那种小野 有了碎裂背心的话 这个问题就已经认识解了 团队经济方面呢 现在弦歌战队领先着2000多块 PA的经济现在是排在第二 孕蜘蛛已经在下路达到了全场第一 尽管兑现的是对手的一个小小孕蜘蛛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好的击杀机会 但是靠着一个现眼双收的发育干扰了对方的也不去资源 当然这款游戏就是这样 你要能够占掉地图上更尽可能多的资源 那么你就能够拉开双方一个团队经济差 能够保证自己的经济优势 你就能够去拿到更多的一个地图控制范围 特别是玉母蜘蛛这种英雄 他的战略价值就在这 他可以一个人去吃掉你的一条危险线和一个敌方家的野区 而不是几方家的野区 吸引对方大量的注意 而且对方每一次要过来击杀玉母蜘蛛以后 这个玉母蜘蛛基本上都是在自己家的野区 甚至是在自己家的高低下面 所以对方击杀了玉母蜘蛛以后 这个收益太低了 没有办法马上去转换成打盾 推塔或者是马上组织起来 一波非常有效的五人进攻的攻势 玉母蜘蛛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这一波蚂蚁开始缩地过来 看到了对手莫奈正在这刷钱 哎 墙上一个野 小小这块扔一个山崩 拿到这个野怪 这个地方蚂蚁攻击力实在是太低了 攻击力稍微高一点 这个大人马上就抢到了 一波开我 看看星辰这波没有带小小的 一波死人开我 这个应该是某个跳刀之类的装备 刚刚出版 没有 没有 那就是女王有大 然后加上Line的快有大了 这边 PA这波占便宜了 PA这波占便宜了 PA的三技能 魅勇无形这个技能 他的显影距离是只有 要600 距离得非常近 这波小一张要开车吗 没有 最后取消了 看看正面 另外一侧 老奶奶开大 这波蓝猫要被秒 女王的大招 来的大招全给到了 这身上 那这样吧 小精灵有点尴尬 被对方的穿战甲 直接追死 这波星辰打得很不错 蓝猫小精灵 两个人双双被鸡炸掉 PA这个时候 狂战斧还差600块钱 能够做出来 他的正面作战装 还是没有 蓝猫大小精灵 有两个人被打死 实在是有点惨 但是这波蓝猫 他可以说是受到了 就是刀塔 整个刀塔这款游戏 刀塔这款游戏 能够说得上来的 最高的几个爆发技能的 合击了 单次的最高伤害 Line的大招 女王的大招 丽娜的大招 之类的这些技能 他这一锅吃满了两个 阿姨这块 对对方直接留一下 看看风杖吹起来 落地以后 没有来得及开技能 小小一个头这 落地摔死 这时候紫愿 运蜘蛛来到战场 能不能杀掉对手 这个穿山甲 穿山甲带走以后 老十一的血量很低 所有的小蜘蛛也被清光 那么这个时候 小精灵带着蓝猫飞过来以后 这波并没有能够打赢啊 又是死掉了 一个运蜘蛛和一个蚂蚁 只换掉了对手 一个三号位的穿山甲 这波还是挺亏的 而且运蜘蛛这波 死掉了好多好多 好多好多好多的小蜘蛛 送给了对方不少钱 这一波 刚刚蓝猫的经济掉下来了 PA呢 这波团战是没来 所以他的经济 还是可以继续保持一下 狂战斧在运了 拿到这个狂战斧以后 这个PA还得赶紧再做BKB 像现在这种版本 这个PA出狂战这种做法 其实讲道理的说 与版本不合 就狂战这个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 与版本不合的一件状态 尽管很多人都在做 但是我们看到 这么出装备的人 赢的少 输的多 这里小精灵 在这给队友帮上 成功了 这波成功了 小精灵这种英雄 它有两个蹲人方式 一个是地外的这种 这是一个五号位 小精灵蹲人方式 五号位是蹲在这种地方 那四号位 我观众问了 四号位怎么蹲呢 四号位蹲在这种地方 比如说蓝猫在这打钱 小精灵蹲在这就可以了 蓝猫这边一被打 然后小精灵直接就开打连线 走人就完事了 这个是四号位小精灵 和五号位小精灵的一个区别 五号位小精灵更加追求的 或者说五号位英雄 更加追求的是让自己的队友 不要涉险 不要涉险 而四号位小精灵追求的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我能把自己的队友 在自己活着的情况下救回 这是最好的 自己也是尽量谋求一个不要被对方击杀 看看这边玉米蜘蛛 拿着自己的子愿过来 要单杀队友神灵建设 但神灵建设直接出到了一个风筝 结果没想到等着他的还有一个子愿 这波老奶奶卫柄加平射 秒掉对手一群小蜘蛛 这波补刀数 老奶奶已经达到七十刀 不知道这一下有没有 这一下刚才这下估计怎么也得有个二十多刀吧 二十刀应该至少 小猪猪这边接着出去去逛街 小精灵过来连一下 看看老十一这个点 团队经济方面说来 是翔哥这边是稍微领先一些 蚂蚁在不停的过来去开视野 开缩地 撞出来了一个魂之灵墨 离开缩地接着跑 莫奈的手里面是做了一把引刀 现在是夹腿引刀临机刀 然后做BKB 这蚂蚁 这个蚂蚁多开着一个缩地 再走一波 不过被小小抓到了 得烂接着一个穿刺 最后是小小 扔一个树框子拍死 拿到这个人头以后 莫奈的小小已经是大杀特杀 经济追 一直追着对方的蓝猫 尽管是跟对方的运蜘蛛和PA 有一些差距 但是没有 整体来说没有脱离达部队 这块玉米蜘蛛藏在树林里面 被莫奈看到了吗 这个地方没有看到吗 看到了 走向一个平A 加上一个散步 再加上队友的一波控制 留住这个玉米蜘蛛 老奶奶也放了一个大招 这波老奶奶的大招 稍显奢侈 但是可以接受 这波星辰的游走很成功啊 看看祥哥要不要考虑 去找机会 去反打一下 这块女王 哎呦 这个女王好惨 女王就像米蜘蛛 因为没有去做风杖 没有第一时间出BKB 先出的是散毁对戒 被沉没住以后 确实是有点跑不了的架势 PA的经济目前18分半 9660块钱 大概19分钟能上万吧 个人看祥哥的这个 精灵加蓝猫的体系 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熟练度不是太高 可能练的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能看得出来练过 但是练的不多 这个体系 这段时间两边这个比赛节奏 还是比较缓慢的 那么小精灵加这个PA 这个PA的站位 PA因为出完了狂战斧以后 其实还不算是有真正 意义上的正面作战能力 它必须得再有一个BKB 之所以暗灭的PA 可以直接打架 而狂战斧的PA 必须要做BKB的原因就是 暗灭的PA可以直接秒后排 而狂战斧的PA 跟这个暗灭相比 秒人的能力要弱一些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暗灭更便宜 所以他出来的时候 对方英雄的装备更差 等级更低 而狂战斧要更贵一点 我出暗灭的情况下 可能一刀能BOSS的人 出狂战斧就要再多砍一刀两刀 这个差距还是挺明显的 小学生的实际剑士 现在风杖加上跳刀 然后加一个装备 准备买魔精 魔精完了以后 开始准备要去做的是莲花 用莲花来解决一下 对手的沉默的问题 这样就不需要去浪费掉自己的风杖了 因为风杖的话更好的作用是配合自己的大招 这边PA BKB有了 看一下还有谁的装备现在比较着急要出 用蜘蛛这边还差两百多块钱 出到BKB 蓝猫差五百块钱 出到BKB 那还要等 他们要等这三大哥BKB 都有了以后 再去跟对方打这个团战 蚂蚁的装备短时间内 没有什么其他要出的 然后这个小精灵的话 他装备基本也就那样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升级的空间 这波星辰的开悟 并没有能够抓到对手的人 上路走的话 现在也抓不到 因为翔哥这边是在等自己的三大哥BKB一波 小小的BKB现在还差一千块钱 他前期因为是做了引刀 加上这个连击刀两件套 不过小小现在可以考虑拆自己的这个 哦不行 他先摆的是 小小拆连击刀的话 会导致他的爆发会低不少 这一波应该是蓝猫的BKB也有了 运用蜘蛛的BKB也有了 三大哥BKB一波 看一下这里直接职愿给上 直接拉了 秒掉一个 然后呢再开BKB也往前追 这边对方的是第一 哦 波波卡这里被抓到了 职愿直接给上 两刀秒掉 这一波双大哥BKB第一波呢 运之中没来 但是自己的几个队友还是秒掉了对手的 拉眼和超人甲 两个人 让它中路的一塔可以推一下 不过要慎重 这个塔要推的话要慎重 尽量让兵线和远程英雄去打 近战英雄先不要着急上 四千加的一个领先优势啊 十一比十二的人头数 两边现在的人头数是平的 基本上是平的 差一个 经济上 拉开到四千加的一个差距的话 翔哥这边在运营方面 这场比赛比这方还是要更舒服一些 毕竟有一个女蜘蛛 女蜘蛛这块 扔出来了一大堆的小蜘蛛 在地图各个地方 尤其是对方从这个中路来到下路 游走这个区域 扔了一大堆的小蜘蛛去开地图 大陆这块 紫苑北上 哎呦 这女王 女王这场比赛 没有做风胀这个事 确实是感觉欠考虑了一点 没有风胀 没有BKB 对方的子愿对他的威胁 实在是有点太大了 下路的二塔马上就要告破 对方这里开个塔房 拖一点点的时间 用之说将往回撤一下 稍微等一等 等塔房结束 回来把你的下路二塔给你拔了 下路二塔拔掉之后 这个下路基本上就完完全全的变成了 翔哥战队的一个 一盘了 前周战一拉 下路的二塔一拔 然后接下来的就是 等着找机会空盾 目前还没有人不打入天盾 看看这里 圈身甲直接开大招 转身小雄精连走 nice 这样的话浪费掉了对方 无数个技能 看一看 这个时候对方 Lion没有大 圈身甲没有大 老奶奶没有大招的情况下 这波正面团我随便打 看蓝猫直接飞到后排 找对方的老奶奶 老奶奶这边 撒一把粉 拉住 两个BKB 打掉对手的老奶奶以后 这个时候的小小的BKB 时间到了 剩下就是看PA表演 看我表演 BKB开 先秒一个 人头最后居然还是老师姨拿的 这样啊 老师姨拿到里边双杀 天爵招选择了买活 运木蜘蛛 这个时候好像战斗力比较有限 但是哥几个可以打盾了 哥几个可以打盾 这个时候可以打盾 真的可以打盾 团战甲没有大 老奶奶没有大 LION就算是有买活 他也没有大 对方的没有大招的话 意味着主输出都没有 只有小小的VT2连和女王的一个大招 只要你不是五个人被对方的VT2连全部砸中 然后女王的一个大大五 这个团战对方的输出就不够了 我们之说的下一个装备准备做强袭 看一下这波扫描扫到了对手在这个肉山处 但是几方上罗二塔还在 前召战还在 所以支援过来的速度会很快 这个也是为什么现在天徽方在推掉对方的优势部二塔以后 去拆掉对方的前召战 也应该是很大的原因 看这波直接秒掉蓝猫BKB开起来 再往前追追对方的来眼 一个背标直接秒掉 蓝猫拿到人头完成一波双杀 打完这波双杀以后蓝猫现在的经济 已经是超过了对手的小小 来到了13600块 全场第三位 接近几方的玉米之珠 这个时候打完这两个人 我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去打入山盾了 开大开做地 撒一把粉 再给小小的一个山崩 二连蚂蚁这边 临死之前想再放个黄虎没有放出来 不过P已经拿到了山盾 让团队经济杀 瞬间一波团战打开来 已经一万家的经济杀了 PA下一个装备准备出的是否决挂式 这边已经做出来了 黄战BKB否决 夹腿大毒球 还有一个非贼之愿 只要有了这几件套 PA的秒后排之路 秒后排之路将畅通无阻 对方的Lion 电焰角手这些英雄 在看到了这个否决挂式以后 应该是万念俱灰 真的是什么东西都跑不了 Lion身上现在有一个跳刀 准备去出绿 可是对方的否决已经有了 这个绿杖可以不用做了 这个绿杖不要做了 浪费钱了 现在再做一件事情 已经是 否决这个东西对于酱油味而言的话 尤其是PA这种超高爆发 超远距离的切入 然后秒杀能力MAX的这种英雄 你就没有办法 就是酱油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出什么装备都没有用 这个时候看一下 直接追上来 欧瑞被秒 这个时候还是因为 没有能够去驱散的一个能力 这个时候开启BKB 躲掉对手小小的一个山崩 玉母蜘蛛 在追击的过程当中呢 蚂蚁没有顶住 看一下这个莫奈 小精灵这里直接把自己的队友拉回去 带着了猫回家跑温泉 然后PA从侧面再找机会 已经上去了 这个时候PAD 时间并没有开出来自己的BKB 选择是留这个BKB 打第二条命 这里再追着 莫奈开启了自己的一个BKB 看一下赞往上 直接找到对手的一个Lion Lion开启了绿杖以后 这里又是一个飞镖 没追上 剩了一丝血 没打死 这个小小 这里再找一下队友 BKB撤回来 回来拆 哦二塔还没拆 二塔还没有拆 已经冲上了敌方的高地 LPA的下一个装备 准备做的是 撒旦 准备做撒旦云垂 这只 翔哥战队的一个整体实力的话 我个人感觉啊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比赛追踪结果 虽然我给大家做的是录像 但是我并不知道结果 我个人感觉这只翔哥战队的实力 应该是 很强的 目前中国战队的实力 现在来看的话 翔哥战队 星辰和老干爹三支战队 应该是一个三足鼎立的状态 中国战队好久没有三足鼎立了 我希望这个三足鼎立 能够再 再再再多出一点 对吧 我希望能出个四打宗师 对吧 看看这波皮球 皮球这里也 微光皮疯 蓝猫这里被晕住 然后女王给大 小精灵奶一口没打死 这个蓝猫 BKB开起来 莫奈直接选择BKBTP 知道这个时候味道不对 气氛不对 没有打掉对手的蓝猫 这场比赛 其实这波没有杀掉蓝猫 也就意味着基本上大水序了 因为这一波 他们对蓝猫的集火 是已经竭尽所能 倾其所有的一波 还是没有能够秒掉对手的蓝猫 2550点血 身上有散毁对剑 提供了一个抗性 这个时候带了一个 巨神残铁 这个玩意儿 16%的魔法抗性 12%的状态抗性 再加上散毁对剑 提供的状态抗性 累积起来的话 达到31.4% 魔抗37% 物理抗性45% 还有2550点血 这个伤害确实不够了 确实是不够了 还有就是小精灵 还能在旁边奶他 而PA并不需要这些复杂的东西 玉母蜘蛛则是给自己的队伍 出了一个强袭装甲 自己身上还带着一个火焰桶 这个东西本身还能再加 4点护甲和10%魔抗 玉母蜘蛛 目前的护甲是高达 39点 就算40点护甲 下一个装备准备去做的是 一个血迹 换成了致灭 把身上的这个火焰斗 换成了致灭 17000的团队顶先优势 31分钟 这个看不到对方怎么翻盘啊 这波的开屋绕过来以后呢 是卡了一个顿销的时间 想过来打一波 第一时间并没有找到 这个扫描是扫到了的 小精灵这里连控两个赏金神符 就是现在职业战队 在控这个赏金神符 这个工作上面做的 都不是很到位 目前还不会有很到位 经常能看见这个神符 6分钟没人控 那跟一哥哥俩 想不起来感觉 现在是有点 因为这个神符 大概时间刷了 跟刷新时间改了以后 原来PA 输入到了撒旦 撒旦已经有了 撒旦加骑士剑 这个PA现在吸血的能力极强 女王的BKB已经被打出来了 蓝猫这边BKB也交了 但是我不怕 我这边还有PA 我这边还有一米蜘蛛 我自己一个人的BKB也没了不要紧 哪怕就是我完全没有BKB 我冲上就被你第一时间空了 我还要小心能救 下路这块蓝猫飞过来 直接找这个女王 女王没有BKB 我也没有BKB 但是我有自愿 我还有拉 小精灵带着PA过来以后 一刀暴击 直接秒掉对手的女王 女王70秒 有买活 走过去以后 差不多 蓝猫的BKB就有了 那现在这个阶段 翔哥还是选择继续 缩着 小精灵 这个是蚂蚁的地方 被小小直接发现以后呢 一个二连平A 加VTR 二连暴击 看看这个 PA这个地方有点尴尬了 PA这波被变洋了 穿上甲至于 再装一下 再装一下 小脚过来以后 一个二连秒掉PA nice 高地上面 运势中开着BKB 咬掉了对手的DN决手 然后直接选择 一个TP回家 时间拉得很极限 这波蚂蚁被秒了以后 选择了买活 对方的DN决手 也选择了买活 不过双方的大哥 都是点到为止 打完这波以后 直接撤退 PA这个走位 稍微莽撞了一点 估计没想到 对方会直接 把自己满血秒掉 2700多 空着就没让醒 这样的话 星辰似乎是 突然找到了 那么一点点的 一个翻盘的希望 因为他们这边 小小身上出了 一个大引刀以后 这个破坏效果 就直接来说 影响很大 这块BKB开起来 再给上一个投掷 蓝猫飞过来 直接找后排 拉住给残影 看看 一目之多 这边被小小给输出 但是小小现在的输出 不太够 不太够 打了一个被动出来 蓝猫开启BKB 蓝猫这边 跟玉母猪两个人 玉母猪生生 是带走对手的小小 小小学生的穿战甲 这里开启自己的 一个魔精技能 往回拖一点时间 再想TB的时候 没走掉 被蚂蚁这边 给到了一大拖丝 打断了TP 最后老十一 完成一波双杀 星辰这波 在对方 PA没在的情况下 让一个小精灵 硬生生 完成了一换四 靠着蓝猫和 玉母输出 两个人的输出 就打完了这波团 玉母蜘蛛这波 挠了3700 蓝猫打了4300 蚂蚁打了1100多 小精灵都打了1000的伤害 蚂蚁的下一个招 准备去做的是 永恒之盘 哦 2-1的团队经济差呢 翔哥这边还是比较求稳啊 选择是等一个肉山盾 毕竟这种比赛到了总决赛了 没必要去浪 已经拆掉对方一路了 我已经不用再着急了 而且我这个阵容就是再继续刷一下 我也比你厉害 所以不用慌 然后星辰选择是直接出来开悟一波 结果变老十一给撞了 看不看这里蓝猫飞过来 拉住对方的地银角手 地银角手这块山有一个绿杖 蓝猫再飞一下一个平A带走 蓝猫和勇之鲁两个人都开启了BKB 但是星辰的这一波进攻也是被瓦解掉 还有40秒的时间肉山盾刷新 而星辰这边的地银角手 也是40秒的复活 不过估计星辰应该不会再打下一波肉山团了 因为他们应该是觉得来不及了 来不及赶过去 再加上这一波的进攻 被对方轻松愉快的瓦解掉之后 心态上面估计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蓝猫之鲁目前已经是有了血迹 加上晕锤 加一个装备准备出的是大晕锤和BKB 更加强化了自己去切后排的一个能力 看一下双方的魔晶和A杖的情况 目前没有人出A杖 魔晶方面的话 星辰是小小石林剑士和女王三个必备的魔晶 响哥这边的是蚂蚁和小精灵各带了一个魔晶 小精灵的魔晶的话呢 最近也是很多人一直在出 它是可以让自己的这个移动速度加成提高 然后再加上断线的时候会带一个悬晕效果 以及150点伤害 这个150点伤害其实就那么回事 主要是这个悬晕效果很有用 这波果然在这个肉三盾打的时候 祥哥打盾而星辰这波其实并没有选择出来 直到时间上感觉应该是来不及了 羽毛蜘蛛现在手里面的装备 下一个装备再做的大云锤还差一点点钱就够了 已经小鸡已经在往这飞了 所有的准备要买的东西都已经买的差不多了 待会羽毛蜘蛛直接是跳楼上去先后排 因为它带着肉扇盾 TA现在山上没有地方放肉扇盾 蓝猫也没有地方放 其实蓝猫是最应该带盾的那个人 蓝猫带盾的收益是最高的 魔精方面的话 这一波是给到了PA 给到了PA 小精灵这块自己一个人飞到了下路 过来去带一波线 这个 这是觉得正面团已经不需要它救人了 如此奢侈的 直接开了一个大去带线 还有一个望远 小精灵带了一个望远镜 他们这个阵容的望远镜收益其实不高 讲道理其实不高 这个装备如果真带的话 谁带玉母猪带 不是玉母猪 蚂蚁带 蚂蚁我A帐以后它自己带比较合适 大家这里给上一个飞镳 老师一定回来接着去 拆 穿着甲 变开车 撞 PA这边给上一个飞镳 先不着急 等一等 这个时候自己队友交到盾以后 PA上来 开始跟自己的队友激活 带走对方 小小小小被秒 秒完了以后 小学生一个戳 戳进鼠里边 扣牌 电人角色 被切掉以后 开始过来 激活对方的 PA PA这个地方 小精灵在救 但是由于没有大招 这波没救下来 被女王的一个大招 直接轰死 看看这里 穿着甲又开始 留对方的蓝猫 这个再拍个地板 再撞一下 蓝猫也被打掉了 无数的血量 这里再接上一发穿刺 攻了 女王虽然被切死 但是买活的小小 好像扛不住了 好像是扛不住了 离死之前 想拼掉对手的 一个蚂蚁 但没有成功 小精灵 这国买活 直接赶战场 配合自己的队友 在泉水当中 击杀掉对方的双酱油 这个时候 波波卡和小医生 两个人双双选择买活 玉木蜘蛛拼了 玉木蜘蛛疯了 他直接冲进泉水 要强杀对手的 莱恩 莱恩这时候 开启了绿杖 老十一被对方 泉水疯狂输出 还剩下剩余的 不多的血量 这个时候 掺克的蚂蚁 往过转 给上一家托斯 托时间 被对方的 被对方 莱恩过来 给上一个跳扬 这个穿色兵没有中 开架老奶奶 支援过来以后 开个绿杖 自己身是被沉没的 一个状态 放不出来自己的技能 老十一的子愿 又再一次立功 小精灵 自己的大招 时间到了以后呢 赶紧在飞回家之后 再一次赶到战场 开始给玉米之珠加血 这一波团战 打的旷日持久啊 打了一个对方的 六人团灭 小小买活死 五个人团灭之后的 三个买活 其中小小买活死 买活方面 目前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买活情况 玉米之珠这边 现在身上是2400元存款 已经可以去买 自己的要跳刀了 打对方的这个 穿战甲要出什么装备啊 有红之盘 出了有红之盘就会好 现在看看这个 玉米之珠直接被秒了 玉米之珠被秒 这个时候小精灵 跑不掉了 开大小 拖时间 但没有成功 最后被欧瑞收掉 漂亮了 这波打完了以后 又是完成了一个 零换二 抓死了对手 在前面一只 浪不舍的回家的 玉米之珠和这个 小精灵 这样的话 怎么又打回来了一些 打回来了一些 没想到这场比赛的剧情居然发展的这么富了 那PA下一个装备应该也是要考虑一下大晕锤 其实我觉得这种时候 就作为大哥位来说的话 补一个 永恒之盘是比较好的 永恒之盘这个东西帮你驱散一下以后 你能有机会就开起来自己的这个 BKB 要不然的话 现在总是被对方的穿战甲撞 开出来BKB挺难受的 而且小精灵 刚才这波团战 究其原因这波团战最后没能结束比赛 就是因为小精灵开着大招 跑到下路去清一波线 如果不是因为那波小精灵开大清线的话 这场比赛接线已经结束了 来这波穿战甲开车 往前 这波PA已经回到了自己家的高地上面 穿战甲开车 这里再撞一下 风杖 再撞一下对方 这里永恒之盘 开出来了 但是对方又接了第二轮控制 女王给大 不过你这边技能交完了以后 然后呢 蓝猫飞过来以后开起了BKB 对方女王的BKB开的也很快 这波蓝猫并没有找到机会留人 这样的话 蚂蚁被对方击杀掉 双方团队精灵杀 拉开到了一个 这个双方团队精灵杀 来到两分四 人都是说差十个 四十二分钟 小小的 买活目前是有四分多钟的CD 这一千多块钱的话 倒是不用担心 有四分多钟的时间 肯定能刷回来 预母蜘蛛的跳刀 现在没有买 没有买 选手买 目前预母蜘蛛的买活方面来看的话 应该是差钱 他现在身上装备挺好的 两千多块钱应该是不够买活 差四百多块钱的一个买活 那么双方这场比赛 现在的核心就变成了买活大多战了 长铁空买活来看的话 现在翔哥战队是占优一些 蚂蚁和PA都有 预母蜘蛛这边呢 是把跳刀出来了 应该是 把跳刀出来就没钱了 有了跳刀 加上大云锤 加上雪橘 他对于对方酱油味的威胁 比刚才要大一些 看看这个地方 现在反而变成了落后 这两万多经济的星辰 一直在比赛进攻 这个时候为什么你们老是人少打这么多呀 蚂蚁选择个百活 赶战场 运务之路开出来了BKB跟PA 两个人急火 小小小小小没抗住 这个地方断 前后断了呀 整个队伍 女王也要死 哎呦这个被动晕 在女王开着BKB 想要放技能的一瞬间 这边直接出了一个被动晕 打晕女王 那这样的话就直进了 脱节了 这波星辰 小小一个人在前面孤立无援 所有的队友都在后边 而且小小被对方的PA和玉母蜘蛛 激活这个确实是要打不过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 咸哥战队在第二场比赛当中 有惊无险的翻回一筹 那这样的话 双方的比分来到1比1平 我们紧接着给大家录制的是 双方BO5的第三场比赛 稍息休息一会儿给大家带来双方BO5 第三场比赛 咱们 这场比赛先到这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的话 别忘了收藏订阅的频道 感谢各位 咱们下场比赛见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